我们来看小特对阵马奎尔的决胜局 双方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目前已经熬战了将近三个小时 开球的质量也非常高 旁边球台袁思俊对阵伟克林是2比4落后了 嗯 这杆右下方体带的长台可以拼了 这杆球小特大概率会拼的啊 非常好的一个长台机会 好球长台打进 嗯咖啡球打进 这就顺利上手了 嗯 中带打进 然后左边中带的篮球 高杆一酷起来 看一下左下方体带还能切上 篮球 嗯 确实直接推下来选择球队最右下方的这一颗 角度一点点向下 直接蹬下来接上了黑球 嗯 先把这颗红球解决了 25 这个角度可以说清带一下红球堆的 嗯 低竿发力 顶出来了两颗活球 篮球 篮球低竿发力绕台 两裤下来 看一下走位 刹车 好 最右侧这颗红球叫到了 好球 打进这颗继续来调篮球 还有一颗可以单下的 篮球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再把这颗红球给他单吃掉 看顶尖的选手啊 目前马奎尔应该是排在第32位 小特第三位 打红K红多带出来一颗 这样成功接上了黑球 好 这颗红球还是能接上的 这个观众也是非常的激动 继续中高杆推过来走黑球 嗯 带了一下球堆 中带带口带出来一颗 非常漂亮 好 中代打进应该是继续调篮球的 嗯 这根红球打进 但是不好接了 粉球被吃住 没有下球 看一下彩球条哪颗 打死一颗 直接防 54分的领先优质 马奎尔也不好翻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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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 嗯 这干 尝试去拼了一干 漏球了 这干球直接漏了 马奎尔可能就没了 左下方底带有下球 比右下方底带的角度还要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